你看嘛 不老实 一点都不老实 这里还有一个 这个皮壳就老了 压瘦干也非常好 这料子看着就脱疼 东西还是可以怕底子灰 裂什么的都不用去怕 发黑的地方都是它脱的地方 薄薄的一层皮了 稍微蹭一下肉就出来了 多少钱这个 这个给你总数买一万块钱 报两万嘛 不好意思 你还不好意思啊 压单的总水倒是还ok的 裂有点脱疼 行不行还 还可以 还可以了你给这 哎呀 你这指的吗呀 那么那么好就送这给我 没有不会说 教你嘛 1500怎么说 我不知道 你看嘛你看嘛 不老实一点都不老实 这样我会教你 西汤 西汤 那我不说 想套路 1500嘛 哎呦 你看嘛 我刚刚跟你说了 你跟我说1500多少 你看我就想 美亚布1500 别搞 2100 2200 别搞 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不好 你也不会给我加价的 你好好看 这个有绿色的 压登看得到的这个地方 看到没有 有点蒜绿 有点底色 真的别的不怕了 这个种不会差的 只怕底色灰 不会灰的 我跟你讲这样了 怎么 灰的你退给我 别讲啊 退不退的 你不要拉涛了 不要拉涛了 老是拉涛拉涛 2500 哦 拉拉拉 拉涛拉涛拉涛 拉成交 不要 那是多少吗 2800 2800 好不好 没有 2800还不买 3000多 那3000吗 整数吗 2627282930 还有 还有那肯定是 我怎么不能把钱全部花你身上嘛 就怕底子灰了 这个料子切一刀吧 这边肯定是有裂的 把它正面的皮给它扒一下嘛 太晒了就直接切吧 它有一条贯穿裂的 但这个贯穿裂切 比较难切 而且切很长时间 算了 偷下来 把这边把它蹭掉 好 不灰呀 这个哪叫底子灰咯 有一点点灰 还可以 底色还是有 但是就是底子 还是稍微偏灰一点能做化 这个其实 外面阳光太大了 刚刚打灯看不清楚 现在再看看 你肯定要跟他说这东西不好嘛 不然下次他就要告假了 哈哈哈